28號 施敬堯 到底什麼時候 Devon Reed跟Quincy Davis 能夠歸隊呢 凡哥 剛剛他已經問過了 這個服務員的防護員彭姐 他說他自己也還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兩隊其實都是有 各有一名洋將 而且一名洋將 你要打到第四節 我相信在整個調度上面 本土球員扮演非常棒的角色 黃俊彥在人堆當中 斜線送給了施敬堯外線 已經3分 到側翼的十四五度 找到跳投的機會 雙方都換成了仁靖遠 施敬堯 這個切入最後會放掉 今天整個夢想家 在進攻的系統上面 有做到一些調整 Gordon Chapman 施敬堯帶一步 在罰球線附近 這是拋還是頭 現在陳振傑頭短 好球 洪靖遠一次非常漂亮的Leading Pass 而且這個是從兩個防守球員 當中的一個地板穿越球 嗯 北康遠已經團隊四範 夢想家也三範 假動作的施敬堯 再送給陳靜寬 四足度角的外線 張手開花 他們也提到 Cell Julius教練 他的用兵哲學 他可能跟我們常常會思考的 這種方式不太一樣 這是Step Back 施敬堯的外線 可以看得到的這個放大鏡之下 去檢視 然後可能讓你自己沒有這樣的一個能耐時 要在四月三十號以前提出申請 要送這個申請書 而且這個內容呢 並不是看說 再給譚傑龍 補頂位置 等待的出手團 Gordon 球賽進去 世界要轉身 已經打到板子了 Go Tending 玩上場的時間 剛好是Hicks下場的時間 對這個東西當然它有很多對戰的一個 這個這個不只是你只有看你自己對的調整 在空中經過身體的碰撞 Gordon的今天的出手 房間呢 307感覺特別的有靈氣 每一位隊友都想進去感染一下這個氣息 所以我覺得楊森妍當然 他的身體素質其實非常好 當然未來就是他進入到後半場的一個 船切切船 也是需要這種大量的這種跑動的球員 對楊森妍來講相對他的這個速度部分 就必須要再加強一些 洪君彥的Leading Pest 詩敬妖跑了一個快攻 不管國小國中 有大量的這個全場人兵人 跟外圍的這個FYOUT的這個 當然你就樂於投資自己 跟不斷的加強訓練 那在NBA就是如此 因為這場是對我們是很關鍵 可是我們跟球員講說 我們要放開打 然後就不要有壓力 就當作最後一場的比賽去打 教練就不斷一直給我們的信心和鼓勵 然後我們自己做學長的 也是要去跟學弟們說 在場上要怎麼做 然後防守要怎麼做 就是一直不斷的去溝通 讓這個球隊團隊越來越好 對 整支球隊跟田磊最後一次的交手 你認識的田磊是什麼樣的一個球員 他就是無所不能嘛 就是能切能投大家都知道 退球以後就希望還可以在籃球界幫忙 就是籃坦的 對